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資本預算 NPBIR 投資決策 融資決策 企業決定要不要舉債 舉債多少 對公司來講最有利 所以我們剛才的資本結構 跟財務危機的解決 他事實上是比較廣義的 融資計畫 融資決策 第三方面的決策 公司如果有賺錢 那他到底是要 發放股利 還是要保留盈餘 那有關於這一方面的問題 我們事實上在講 證券評價的時候 我們在講 第三章 證券評價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有 大概提過 我們說公司所賺的 稅後盡利 他可以當 股利來發放 他也可以保留盈餘 那我們那時候所提到的一個 基本的原則就是說 如果公司保留盈餘 保留在公司裡面的 ROE 保留盈餘一定會用公司的ROE 產生 債報投率 如果說 你的ROE是高於你的 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是KS 就是一般 投資人 依照公司風險所要求的報酬率 就是KS 如果ROE 大於KS 那應該多保留盈餘 如果ROE 小於KS 那應該 多發放股利 因為 你把股利發放給股東 股東自己會得到的 投資報酬率 比你把錢留在公司裡面所得到的 再投資報酬率要高 那就沒有理由 把錢留在公司裡面 不過我們講的那個都是理論 也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通常公司所面對的環境 是比較複雜的 他不是很單純就是說 你只是看我 那個 公司的ROE比較高 我就保留盈餘 公司的ROE比較低 我就發放股利 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因為發放股利 他有牽涉很多很多其他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比較完整的來探討 公司該不該發放股利 如果該發放股利 他發放股利的行為應該怎麼樣 那我們在這邊要預先提醒各位的 因為我們到頭來會講了一大堆 可能沒有非常肯定結論的一些論述 那也就是說 為什麼沒有這麼肯定的一個結論的論述 就是說 其實發放股利的環境條件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說 我們只是得到某一個理由 就絕對要發放股利 得到某一些理由 就絕對不發放股利 因為很多環境上的因素 你不可能會做一個很肯定的建議 我們只會把很多環境上的要考量的因素 跟這個鼓勵政策做一個並排式的陳述給各位 然後讓各位如果說以後你有決定權去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那你的考慮要點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一個理論上的支持 所以我們很可能會呈現很多 可能外觀上看起來有一點衝突的一些理論上的論述 那到時候你很可能就要就你公司所面對的環境 看哪一種論述比較符合你的環境 然後你去做一個決定 那所以呢我們就要講說 為什麼企業要發放股利 我們說那如果說我們的ROE高於我們的KS 那企業就保留因應就好 不要發放股利 那能不能就是你就這麼單純的說不要發放股利 那我們當然會有很多的要件 我們可能還是要發放一些股利 儘管我們公司的內部ROE是大以外部的KS 那第一個來講的話呢 我們有很多的投資人 他希望你的股票很鼓勵 所以呢站在你的立場 你希望說你的股票是長期被持有 長期被一些穩定的投資人或投資機構持有 所以你外觀上一定要滿足這些投資人 所想要的一些特質 那我們舉例來講其實有非常多的投資人 他希望或是我們舉例來講像退休基金 退休基金他可以買股票 他要買哪種股票 他要買有發放股利的股票 為什麼呢 因為站在退休基金的一個立場 他希望把錢買的股票就當作金基母 然後每年金基母會生一些金的蛋 然後他就可以靠著這每年所生下來的這些蛋 支付員工退休金的一個支付 對不對 OK 所以呢他就不需要賣掉金基母 如果說呢你今天所有的當初所員工提撥的退休金 跟雇主所提撥的退休金 全部來買房地產 全部來買不發放股利的股票 今天有員工要申請退休的時候 他需要現金 你要怎麼辦 你要去賣股票 你要去賣房地產 那你要賣股票賣房地產 可能這個時候不見得是賣股票跟賣房地產 很好的時機 但是你為了要有現金 所以你就要去把它賣掉 所以最好的一個策略就是說 我們就長期擁有一些優質的股票 那這些優質的股票 如果能夠穩定發放股利 那我任何一段時間 如果員工申請退休給付的時候 我就用這些股利來致應就好 所以呢我們有非常多的退休基金 或是共同基金 他都會希望說 他有一些穩定的一個現金流量 他們甚至會在他們的投資的策略書上面 就寫明說 我們要購買的股票一定要符合 穩定發放股利 發放多少股利 以上的股票我們才購買 OK 所以為了銀殼 絕大多數投資人的偏好 他可能就還是必須要發放股利 OK 然後有發放股利的股票 那事實上在資本市場上面 會被判定會比較好的股票 甚至我們呢 再存取一些 我們在上市上櫃審議委員會裡面 因為我們有很多公司要申請上市上櫃 我們就看看說 這一家公司在上市上櫃之前 有沒有賺錢 有沒有發放股利 因為他認為有賺錢 有發放股利的公司 才符合絕大多數投資人需求 所以你如果沒有做到這一些要件的話 上市上櫃很可能就比較不容易一點 對不對 所以呢 因為有這麼多的一個條件 所以呢 儘管我們剛才所講的 就是說 公司的ROE大於公司的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 可是你還是要發放股利 因為這是環境的要件 好 那我們通常來講 企業有他在發放股利政策上面的一些 潛規則 跟他的忌諱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企業 經理人 他內心在想什麼 他不是純粹從財務的學者的論點去看 財務學者就是說 你ROE比較高 你KS比較低 那你就多保留盈餘就好了 你就不要發放股利 你公司有錢的時候再發放股利 沒有錢的時候就不要發放股利 那對我們來講 這是再也簡單不可的一個定理 可是在企業的經理人的心目中 他所想的東西跟你所想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做出來的行為跟你走出來的行為 也不一定會一樣 那我們就來談談企業經理人他在發放股利的時候 或是實施股利政策的時候 他有一些怎麼樣的一個 心裡面的一些潛規則 跟他有沒有一些忌諱 那第一個企業經理人通常會把股利發放 維持在穩定的水準 避免股價波動過大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要知道公司賺不賺錢 公司每年賺多少錢 他是怎麼樣 他是波動的 今年賺錢賺很多 明年賺錢可能稍微少一點 那甚至後年又可能虧錢 然後大後年又可能大賺 猛賺一筆 那理論上來講我們說 我們發放股利應該就佔你稅後盈餘的某一定部分 有賺錢我們再發放股利 可是實務上是不是這樣子 實務上他會希望他的股利是很穩定的 你可能賺很多的錢 但是我不一定會發放過多的股利 那原因在哪裡呢 原因可能就要講到一個 投資人的心理 那當然各位 蠻多人是學會計的人 那會計 在會計的那個文獻裡面 我們會發現說 經理人他事實上會對他的盈餘做一種平滑的一個管理 什麼叫平滑的管理 我們說如果真的今天公司都依照 我原先所定的會計原則 去衡量我的稅後盈利的話 你理論上看稅後盈利一定是大漲大跌大漲大跌 一定不是一個平乏的一個曲線 但是我們說為什麼公司的經理人 要對他盈餘去做一個管理 讓他看起來比較平滑一點 那原因就是說 我們通常投資人會有一個心理狀態 投資人會有一個心理狀態就是說 他對於損失 他對於公司產生的損失 他的反應會比較激烈 他對於公司產生的利得 他會有正的反應沒有錯 但是他反應會比較溫和一點 也就是說 公司你如果今天有正的EPS 或是EPS增加一塊錢 跟EPS減少一塊錢 那投資人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怎麼不一樣法 我們說投資人對於EPS增加一塊錢 他股價的反應會比較好 可是股價很可能只漲三塊錢 如果你EPS增加一塊錢 股價很可能漲個三塊錢 但是你的EPS如果減少一塊錢的話 股價很可能會跌掉十塊錢 注意喔 EPS你往上提高一塊錢 股價會漲三塊 EPS往下調整一塊錢 股價會跌十塊 那這是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在會計跟財務的文獻上面 他有發現 說投資人對於利得跟損失的 反應函數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是經理人 你知道投資人有這樣的傾向 你知道在EPS 往上一塊錢跟往下調一塊錢 對你來講 他的調整是容易的 你只要預先把一些賺錢比較多的 那些年度 長一些EPS起來 等到你真的需要調低EPS的時候 再把那個EPS拿出來 你當然可以透過什麼東西的調整 快賺費用的攤提 對不對 或是一些或有負債的攤提 那那些東西可以或多或少 幫你長掉一些 你多賺錢的那些年度 可以幫你長一些盈餘 等到你有虧錢的那些年度 再把那些盈餘拿出來 抵消 那這樣對你而言 你的盈餘就可以看起來比較平滑 平順一點 然後你的股價也會比較平順一點 因為你如果讓真實的狀況去反應來講的話 你EPS漲一塊錢的時候 股價漲三塊錢 EPS往下調一塊錢的時候 跌十塊錢 那你如果不漲不跌的話 你的股價會比較好還是比較不好 不漲不跌當然股價會比較好 因為你當然少漲了三塊錢 但是你也少跌了十塊錢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來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投資人對盈餘 跟對於損失的反應函數不一樣 當然我們這邊也要講一下 投資人對於股力的減少 跟股力的增加的反應函數 跟我們剛才所講的盈餘的函數是一樣的 所以呢 站在經理人的一個立場 他可能會比較忽略掉真實的盈餘的狀況如何 他很可能會很刻意的 想辦法去維持一個穩定的股力政策 他是會希望他的股力是很穩定 不要有錢的時候就提高股力 沒錢的時候就降低股力 因為他的理由就跟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 投資人的心態是有關的 OK 所以計業經理人通常會把股力保持在穩定的水準 以免股價波動過大 然後投資人也喜歡鼓勵穩定的股票 因為股力如果穩定股價就穩定 股價如果穩定的話 我任何時候需要去賣股票 我都不會覺得說會有什麼時機不好 因為你如果說 好我們今天假設來講 今天大家普遍認為經濟情況不好 那經濟情況不好呢 有些人如果說 我剛好需要用錢 我需要去繳房子的投期款 可是我又覺得現在要 用錢就是非常不好的時機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股價在低檔 我如果去賣股票的話 那我會覺得很虧錢 那為什麼 因為景氣不好 那股力的狀況不好的時候 股價就大跌 那你覺得股價大跌的時候 就賣股票不好 可是經濟情況又好的時候 股價大漲 你又不需要那個錢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們也會希望說 股力比較穩定 股價比較穩定的股票 那我在任何時間 我要處置我的股票的時候 也不會影響我的 處理資產的一個時機 OK 那我們在這邊也談到了 經理人非常忌諱降低股力 因為降低股力的話 通常股東就會有非常大的反彈 股價會大跌 那通常他們如果降低股力來講的話 股東反彈 股價大跌 通常董事會就會 必須要去做一些處置 通常也會把經理人翻掉 儘管他做的是對的事情 可是呢 大家都會覺得他做的不好 就好像現在的總統跟行政院長 那事實上台灣的很多 經濟的條件 跟什麼退休金的事件 其實他存在已久 他很可能不是馬英九 扯出來的賴巫 很可能是陳水扁 或是李登輝時代 就存在有的問題 可是今天他要去處理 很可能 儘管他做對的事情 可能到頭來大家 也會認為他做的不好 把罪都怪到他頭上 那經理人也是一樣 很多經理人他會機會 降低鼓勵 儘管這個事情 可能他應該是要做 是對的事情 就好像我們 我們有一段時間不是 什麼油價電價都不願意漲 就是 一剛才油價電價不願意漲 後來才必須要同時 調整油價跟電價 那不管當初該不該漲 或是後來該不該調 這些事情 就是 做的人很可能 就必須要去被扛那個建議 那所以我們說 這個經理人 非常機會去降低鼓勵 因為馬上就會被投反對票 OK 那很可能到頭來會失去你的掌控權 那這跟國家的經營者一樣 那市場上對於企業借錢來發放鼓勵 非常的不認同 因為鼓勵呢 在某種程度上來講 它有點像是我們的消費型的支出 那你借錢來發放鼓勵的話 這有點講不過去 因為就好像說政府 政府可以借錢 可是政府如果借錢來發 所謂的老人年金 或是什麼 那種無償性的那種支出來講的話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不應該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借錢是要還本金跟利息 所以你如果借錢來蓋高速公路 那高速公路能夠暢通交通 能夠減輕大家的交通成本 甚至可以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費用 所以它能夠以收到通行費用來自己償還利息跟本金 就跟我們的捷運一樣 你如果借錢來蓋台北市的捷運 當然別的縣市我不敢講 那至少台北市的捷運是賺錢的 所以它借了錢的本金利息的償還可以借由捷運的通行來償還 所以這樣的錢去借錢是可以的 但是你借錢來發放鼓勵是不太對的 因為你要知道發放鼓勵的話是要從什麼地方 從保留營運裡面去發放 所以它一方面來講equity是減少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它是舉債來發行我們的鼓勵 那事實上一方面增加負債 另外一方面又減少你的股東權益 那對債權能來講保障是不夠的 那而且理由不太對 你如果舉債去進行所謂的資本預算 資本支出來講 那資本支出它可以自己賺錢來還本金跟利息 但是你如果舉債來發放鼓勵 那發放鼓勵這件事情 不會自行在產生什麼樣的利得跟現金流量 才常防它現在所產生的負債 所以一般資本市場對於企業 如果因為短時間的現金不夠 你有辦法發放鼓勵 然後你去借錢來發放鼓勵 它會不贊成 它會覺得一家真的有資格發放鼓勵的公司 就是它手頭要有現金 那你如果手頭上沒現金的話 那它會覺得就是說有盈餘而沒現金 那怎麼有可能這樣的公司呢 所以他們會對這家公司會產生非常大的質疑 所以這是環境的要件 所以在環境上來講呢 企業不能夠為首欲為 想要發多少的鼓勵 或是要發放鼓勵不發放鼓勵 所以很可能都有它潛在的一個成本在那裡 那我們會認為說 企業的經理人都會信守這些潛規則 希望盡量少去做到這些事情 當然如果非到不得已 非得要去降低鼓勵 或是必須要去做一些怎麼調配的話 那非到不得已的地方還是要做 但是他們如果在正常的狀況之下 希望他們盡量會少去做這樣的事 好 那因為我們到這邊是一個完整的段落 所以雖然有一點點提早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為止 所以我們就從中一到震子裡 我們先讓我來不想走 你 讓我讓我來不想走 然後再放進 走 走 走